全球新闻 中国播报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正在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5号上午专程前往会仓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平调 正在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上午专程前往会仓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平调 经过两个小时的长途颠簸 温家宝一行乘车抵达 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处的 平安南道惠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 陵园青山环抱 庄严肃穆 温家宝缓缓登上象征着 240万富潮作战志愿军将士的 240级青石台阶来到陵园一层 门楣上镌刻着的 号气长存四个大字 格外引人注目 临门内建有一座碑亭 碑亭两访四面 有黄继光 杨根思 邱绍云 罗盛教等志愿军英雄雕像 温家宝缓步前行 不时驻足观看 在二层平台举行了庄重的平调仪式 温家宝 温家宝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朝中资机构 华侨和留学生境线的花圈 摆放在志愿军战士同向前 温家宝迈步向前 轻轻整理花圈断带 断带上书写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青山处处埋中古 志愿军战士同向身后 是烈士墓葬 包括毛岸英同志在内的 134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此 一座座白色圆形墓种排列整齐 墓旁一株株当年从祖国移植来的东北黑松 如今已根深夜貌参天站立 历载最前面的是毛岸英烈士墓 温家宝在毛岸英烈士墓前献上花束 温家宝说 安英同志 半个多世纪了 我代表中国人民来看望你 中国现在强大了 人民幸福了 你安息吧 温家宝走进牧区 深切祭奠志愿军烈士们的英魂 向他们寄托无限哀思和永久的怀念 温家宝说 先烈们 我这次访问朝鲜 用四个小时 专程到 志愿军烈士墓地来看望你 转达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思念之情 你们的鲜血洒在异国他乡 但是你们伟大的精神留给了整个世界 人民没有忘记名书 五十多年过起了 好气长存 英灵永在 先烈们 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他们伟大而充高的精神 永垂不朽 今天 我们来到他们 中古埋葬的地方 他们的精神 会永远 鼓励着我们 把国家建设好 朝鲜平安南道惠苍郡 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 1957年 志愿军和当地群众 共同建成了志愿军烈士林园 林园占地约9万平方米 是朝鲜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志愿军烈士林园 1958年 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师 曾来过这里 温家宝访朝代表团全体成员 中国驻朝使馆工作人员 在朝中资机构 华侨留学生代表 以及中国青年代表团和艺术团成员等 三百多人参加了评调 在会仓 温家宝还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就职 温家宝在留言部上提词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不朽功勋和伟大精神 与日月同徽 朝鲜政府高级官员陪同出席了上述活动 下午 温家宝在平壤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长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温家宝向金永南转达了胡锦涛主席和吴邦国委员长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温家宝说中朝两国山水相邻木林友好世代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亲手培育的中朝传统友谊历经考验不断巩固和发展 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成为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中朝两国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 需要继续加强友好合作 我们要以两国建交60周年和中朝友好年为契机 总结回顾60年来中朝关系的发展经验 更好的传承友谊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温家宝说议会交流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中国全国人大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友好交往不断加强 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促进中朝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金永南请温家宝转答他对胡锦涛和胡邦国的亲切问候 金永南说温家宝总理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发展朝中友谊的高度重视 真实并加强朝中传统友谊 是朝鲜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 朝方愿与中方一道 共同开辟朝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金永南祝贺中英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的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讨论